在括號x減掉x平方分之二 括號九次方的展開式當中 是求x三次方向的係數還有常數向 所以呢在這個二項式定理來 我們就把它要展開 我們就拿出它的一般向 c九曲多少?r 前面的括號呢就是九減r次 後面的括號呢就是r次 那把我們題目的前面 後面 寫上來 好那他說他要x的三次方 看起來有點麻煩 好那我們就先把我們的式子自己先整理好 好了來c九曲r 然後這邊的話呢是x的九減r次方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呢這邊 有一個負二 可以嗎?看得懂嗎? 負二的r次方 我把它當成是係數丟到前面去 好我怕你看不懂 所以我再邊邊這裡寫一下 來我把它寫成負二跟x平方分之一括號r次 我是不是就可以插開變成負二的r次 就是我剛剛橘色的係數 然後後面這邊x的平方分之一是不是再帶一個r次方 可以齁 然後呢 x二次分之一就是x的負二次 括號外面的r次方 所以我後面是不是就是x的負二r次方 好那我剛剛把那個橘擦掉 因為橘跟x實在是太像了 好所以呢我們的一般是整理出來了 就長這樣 好我合併一下我們的這兩個x的係數 所以就是9-3r 好 算得這麼辛苦 終於要來算正題了 來x三次方向的係數 所以x三次方在這裡 9-3r要等於3 所以3r是6r 我就要帶2 好所以帶進來 c軸取2-2的2次方 後面的x就不用管他 因為反正我要的是係數 來c軸取2 98-72再除以2是36 然後呢-2的平方乘以4 所以乘起來之後就是144 好再來第二小題 他要的是常數向 那既然要是常數向就代表沒有x向 那麼x的次方就必須是0 所以r就等於3 來塞進來 C9取3-2的3次方 來C9取3 9 8 7 除以321 然後呢-2的3次方 我直接就寫囉-8 好約分 所以3乘以4 所以3乘以4乘以7 再乘以-8是多少 80 嗯 12乘以7是84 84再乘以8 64 好所以就等於-672 2 3 4 4 欢迎订阅试订阅